超会报游戏,游戏超会报 欢迎回来桌子的这段那段,我是林 想收到此一期游戏的最新消息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哦 有空也欢迎来参观直播,跟我聊聊天哟 如果想看全平台游戏介绍 就到副频道逛逛吧 游戏副游戏,游戏何其多 回首望去,2023 我到底败了多少勒 然而啊,2023下半年 在满满大作的围绕下 Switch上却有一款已推出两年的小游戏 突然在一夕之间爆红 只花两个月就冲破了400万次下载量 甚至连任天堂官方都注意到这款游戏 发文说 你知道西瓜游戏吗? 玩一次大约只要5分钟 但是我停不下来啊 拜托,再一场,再一场就好 看到老任又发文又拍片来推广西瓜游戏 许多玩家纷纷留言 只要打开就不想关闭的游戏 我身边的朋友都中毒了 看影片 那天堂员工最高只玩到3200分 还有日本网友在X上分享自家阿嬷的游戏记录 其中啊,玩最久的一天 居然玩了7个半小时 看来阿嬷今年实数低的游戏就是这款了 有人跟阿嬷一样吗? 瞎会,你说你不知道自己玩最久的是哪款? 那就快到Switch年度回顾页面观光吧 不过啊,半残的香港区域今年还是无法使用 所以记得要先把账号切换到其他地区哦 既然说到回顾啊 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的同时呢 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2023年的高评分游戏 顺便看看大家都花多少时间在玩这些游戏吧 为什么不回顾全部的游戏呢? 因为我不想讲到天亮 以下排名综合了汇总媒体Metacritic评分、玩家评分 以及Opencritic评分和评论家推荐度 并附上How Learn To Beat网站汇整的游戏时长数据给大家参考 保证客观、专业又有深度 但不保证没有下扯淡 计划通玩家们惊喜地说 他们从未想过平克敏的内容竟然能够这么充实 多样的平克敏 各种BOSS、宇宙拳欧庆等创新玩法 让他们心满意足地玩上数十个小时 还有人兴奋地说 这个游戏让我的女朋友很开心 但老玩家们也对退化的2P功能感到失望 认为2P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心通虚设 媒体评价 皮克敏4是最值得玩家尝试也最有趣的RTS游戏 堪称Switch皇冠上的一颗闪亮宝石 How Long 游戏时数 平均31小时 最长65小时 第九名 潜水源大夫 关键字 白天下海晚上握寿司 胖大叔的精神时光5 实贴卖百万套 免费DLC有够4 MC评分87 玩家评分9分 OC评分90 推荐度100% 补鱼狂汉寿司爱好者们胜赞本作新鲜幽默又有毒 一旦开始玩就会进入无限上瘾的游戏循环 不过也有些玩家认为读取的时间太长需要点满内心 媒体评价 非常棒的游戏 值得忙碌 魅力媲美马力欧惊奇 王国之类这类大作 How Long 游戏时数 平均33小时 最长47小时 第八名 吸血鬼幸存者 关键字 压倒性好评 Roganlight 精神时光5 躲无可躲 逃无可逃 死到不要不要 素会贵不是敌会贵 MC评分88 玩家评分8.3 OC评分88 推荐度97% 压力深大的玩家们欣喜若狂地说 简单 索压 有趣 好爽 只要2欧元就能分泌满满满多巴胺 CP值超高 媒体评价 简单的玩法隐藏着难以自拔的魔爪 是放松身心的绝佳弱歌游戏 How Long 游戏时数 平均35小时 最长65小时 第七名 减 关键字 TGA最佳音笛星座 名作 Limbo Insight的首席设计师开发 上帝视角 进进出出 水晶球解谜 抱歉了 浅浅 我需要这酷东西 MC评分89 玩家评分7.6 OC评分87 推荐度98% 解谜控门一致认同 简精致美丽 而且小烧脑 游戏机制呢 新颖独特 关卡谜题多样复杂 解谜过程12分的令人费解 却又让人沉迷且满意 媒体评价 令人惊叹的谜题 带给玩家着迷 惊喜的互动体验 是一款精良出色的解谜游戏 How long 游戏时数 平均5小时 最长8小时 第六名 The Making of Karatika 关键字 Karatika历史博物馆 波斯王子支付的 链刀经历纪录片 含两款重置游戏 骨灰级玩家专用 MC评分90 玩家评分5 OC评分84 推荐度100% 呃 骨灰级欧巴们 怕暴露年龄 不敢评论任性 所以没有玩家评论 媒体评价 精心编织的故事 前所未见的方式 令人印象深刻 值得经典游戏玩家 游戏历史迷收藏支持 How long 游戏时数 无资料 第五名 P4G 女神异纹路4 黄金版 关键字 PSV JRPG 神作复刻 深夜电视 人格面具 五为能力养成 我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玩过的人都会变成罗利控 MC评分90 玩家评分8.5 OC评分88 推荐度96% P4G 拥有出众的美术 迷人的角色 杀手级的配乐 热爱RPG的玩家们纷纷表示 虽然在玩过P5R后 再来体验会有种降级的感觉 但他仍是史上最好的RPG之一 最不可思议的是 直到现在 还有众多玩家群聚场外 神志不清的疯狂呐喊 Luna Go John 媒体评价 经典 出色 值得一玩的JRPG 绝佳的移植 首推Switch版 How long 游戏时数 平均84小时 最长157小时 第四名 星之海 关键字 TGA年度最佳独立游戏 棒棒的像素风JRPG 回合制加QTE 光田康点 神志BGM MC评分91 玩家评分7.7 OC评分89 推荐度97% 玩家普遍赞许 星之海的精致美术 优质配乐 极有趣的战斗 还有人感慨万千的说 啊 我仿佛回到了JRPG的黄金年代啊 然而呢 仍有为数不少的玩家认为 故事情节平庸且过于仓促 结局让人不明所以 媒体评价 星之海 到底是谁吸太多呢 可可 AMC评分92 玩家评分9.2 OC评分91 推荐度98% 实在太惊奇了 马书控门吃惊拍案叫惊奇 露出苦巴般的微笑 喜不自身的表示 惊奇从关卡创意 徽章系统到华丽的画面呈现 一切都是如此的新奇好玩又老少嫌疑 是史上最佳的2D马利欧之一 媒体评价 惊奇将横向平台游戏再次推向更高境地 其变幻莫测的设计始终能带给玩家欢笑 How Long游戏时数 平均14小时 最长48小时 第二名 密特罗德旧级复刻版 关键字 3D银河战士 第一人称射击冒险 本家稳六十正 装脚下亚兰玉洁很可以 好想玩可是我怕晕 AMC评分94 玩家评分8.7 OC评分94 推荐度100% 老玩家们对于这款重制版的画面 故事、氛围、音乐、玩法、流畅度等等 都是800万分的满意 集体敲破完 希望老任也能复刻重制 救济2和救济3 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抱怨说 25年的冷饭竟然没有新增传送功能 害我得一直回程确认该做什么 差评 媒体评价 不仅是最好的银河战士游戏之一 也是史上最好的冒险游戏之一 更是最令人惊叹的重制版游戏 How Long游戏时数 平均15小时 最长52小时 第一名 TOTK萨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关键字 老板我512请假在家玩王类 TGA最佳动作冒险游戏 不是旷野之息超大型DLC 是Minecraft萨尔达 加公主放置Play 2.0 普尔雅做古代研究 我做学术研究 男人的浪漫就在这儿啊 我的卡西玩呢 MC评分96 玩家评分8.4 OC评分96 推荐度97% 尽管啊有些玩家认为王类沿用地图只能算是旷野1.5版 也诟病阵律不稳依然强调探索 武器耐久度设计等等问题 不过咧 多数玩家依然认为 王类玩起来既熟悉又新鲜 扩展世界高度及深度的天空和地底 新的能力和解谜机制 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走向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们想再次回到海拉鲁当一回勇者 对我们来说 王类就是GOTV 媒体评价 玩国之类的复杂性 自由度和创造力造就了绝对的奇迹 是一款令人惊叹的游戏 是系列史上最伟大的萨尔达 How Long游戏时数 平均116小时 最长445小时 以上就是2023年搜取上评分最高的十款游戏咯 你玩过哪几款呢 媒体和玩家的评价你觉得合理吗 这样的排名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来留言聊聊吧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超会报 请帮我按喜欢分享留言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还要记得回来看哦 我是林 我们下次见 新年快乐 来看直播吧